我可不可以請石主委 請石主委 主委好 雖然今天我們審查的這個資格 不是不包括你在內 是兩位女士 不過當我們要進行今天這個審查的時候 本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 感謝委 因為在幾個月前也在同樣的地點 我們看到我們石主委 大力的 而且堅定的 為陳元寧女士來背書 稱讚她是可以勝任 擔任她的條件 資歷一定可以擔任NCC委員這樣一個職務 最後結果也是通過 然後 乘幾何時三個月不到的時間 我們陳女士 他辭掉NCC委員的這樣的職務 雖然外界有許多的揣測跟傳說 但是相對於主委 你這樣子的 曾經大力的來背書推薦 我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你了 就是說 主委你對 當你聽到陳元寧女士 他辭掉NCC委員的職務的時候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 簡單的回答 還有時間的關係 我第一時間知道 當然第一個很訝異 那第二個 立刻就做強力的慰留 謝謝你 知道她的整個工作的態度 主委請問 陳元寧女士或者是包括今天兩位女士 王女士跟江女士 是你提名的嗎 不是 我並沒有提名權 或者你們在職務上有沒有隸屬的關係 比如長官跟部署的關係 將來如果他們都過關的時候 如果過關的話 根據我們組織法規定 每一位委員本身就獨立行使職權 我們何以也都是如此進行的 那本席就是很納悶 就是說 這個提名的也不是你提名的 將來也沒有長官部署的關係 那NCC的委員根據我們組織法的規定 他都是在獨立行使職權 那我是很納悶 就是說主委為什麼每次都要 面對這樣的問題 你就會武裝自己跳到第一線去 你去捍衛 然後去背書 那讓我們情何以看 這個才幾個月前 那這個你的背書是 到現在其實是被證明說 陳女士是不適任這個工作 他也離開這個工作了嗎 陳元寧前委員並不是不適任 他是有家庭因素請辭 那主委 其實相對的 因為雖然你委員之間彼此是沒有隸屬的關係 但你身為一個NCC的主委 你當然還是這個NCC的對外的代表性人物 人家談到NCC 第一個還是會談到我們施主委 相對你在對陳元寧女士的那樣子的極力背書 事實後來證明不是這麼一回事 也相對我們最近沸沸揚揚 大家在討論 兩黨已經看起來沒有太大成見的 就是我們反媒體壟斷的 雖然專法還沒有出來 但是現在要立在個別的法律先把相關的規定定下去 但是我們相對我們回顧歷史來看的時候 在這整個局勢還沒有成立還沒有形成之前 我們也看到主委你一直在捍衛一個既定的你的一個想法 如果翻過來看 那你如果早幾個月前的那個諮詢錄影帶來看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是非常反對的 我並沒有反對 我認為任何法律都應該抽嚴而且要提升 至少你不是樂觀其成 那主委 我想在今天 我相信在學術界你是非常有這樣一個地位的人 不過本席還是要與眾欣賞的講 就是說你在這個職務 無論說你這個職務是那個過程是如何 但是現在你就是在獨立超乎政黨 超乎各個派系的利益 你在獨立行使你這個職權 我們也期待你在面對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本於你的這樣的職責跟學術的認知跟良心來 不用那麼武裝 像我昨天質詢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私底下是一個非常溫文儒雅的 而且實事求是的人 但是每次你在這個講台上的時候 這個質詢台背詢台上的時候 你就不自覺的一直會武裝自己把簡單的問題 你一直很防衛 像我昨天問你罰則這個那麼簡單的問題 你一直防衛 就一直在做防毒 那我認為實際上是大可不必 謝謝委員 大可不必 因為你在這個職務上 你也不用去 你這個有任期保障的 你也不用怕說你要去迎合誰的意識 迎合總統的意識 迎合行政院長 迎合國民黨大小黨邊的意識 你只要本於你這樣的職責 發揮你在學術上良心做好這個工作 感謝委員我們一定這樣做 謝謝你 主席我們可以再請 江女士 好 請江女士 恭喜你獲得這樣的提名 我相信這個對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對長期來在行政體系事務官工作 將近三十年的人來講 這未嘗不是一種鼓勵 但是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我想外界有許多的質疑 因為你現在所擔任 你即將可能會擔任的這個工作 跟你之前那三十年的那個有非常大的一個不同 因為你在三十年 你在這三十年過程當中 你面對許多的長官 你要許多的服從 但是現在有最大的不同 你現在新的工作 就是你要面對一個沒有長官的一個職務 你唯一的服從就是憲法的義務 唯一的服從就是組織法 NCC相關法律的這樣賦予你的職責 那我們像外界有許多這樣的質疑就是說 你這三十年的養成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辦法能夠試任 你現在擔任 你簡單講這個職務就是部長 就是政務官 你有沒有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 或者你認為你人格特質可以 這三十年你可以做一個很大的轉變 來試任擔任這個工作 可以因為我認為公務員 我剛才曾經說過公務員是良心事業 不管你是在政務官事務官都是一樣 我知道了都是良心事業 但是這個不一樣嘛 就好像你本來是在開早餐店 你賣三明治 你現在突然你要去賣牛排 那個是不一樣的 我當然都本於良心 兩個人在賣牛排 或賣三明治都本於良心 這個我知道 不能亂加東西 但是總是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不一樣的職務 本席實在最 我想這不是本席 這是外界最對你最大的一個質疑 跟最大的 我想你這整個過程當中 你在法律方面 有許許多多的專員跟涉獵 這部分我們也 這方面至少你是具備這樣的專業背景 但是我想要當一個政務官 他會特別是NCC的委員 他要掌管一兆多的這樣的產業 然後有一個政務官的這樣的特質 那我相信 我想非常的 我想給你一點時間說明 你有沒有準備 準備好要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舉個例子來講 在你寫的自傳 或者你的 你的第六月裡面 你想說 至於如何做成公平合理 可行且具前瞻性的通訊傳播 你寫說 傳播規定管理政策並領地相當規範 我認為要跳脫傳統既有通訊傳播市場界線 分明之法制架構思維 以新思維考量面對問題 以新思維檢討現行的規管制度等等 那我在這裡請教一下 你知道如果抽不下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具體描述你的新思維到底是什麼 跟委員 好啦不然我舉例來講 就是說 你們雖然是合議制 但是你有提案權 你已經準備好 你有新思維要來 要來落實這個公平合理 具前瞻性的通訊傳播法規 還有管理制度規範 你上任 你下個月就上 如果順利的話 你上任之後 你準備要用什麼新思維 具體的推動現行的法規 哪一個法規要變更 或者你要推行哪一個新的政策 不管他會不會經過你們 我會同意 那至少你要做哪一項 三項 因為我本身是學法律的 所以我要是 有幸能夠通過這個任命案的話 我第一個 我先還是要先檢視 我們會裡面現有的 檢視你這個平常就要做了啦 對 你在這個行業這麼有 你具體的回答我 現行的 你已經講得說要有新思維嘛 那表示你已經都準備好了啊 你的新思維 你具體來講 你新思維就現有的法規制度 你要改的是哪個 或者是已經不足的地方 你要提的是哪個 三個就好 你舉三個 你舉三個這樣的提案就好 譬如說 就先來說 我們數位匯流的話 過去的話 我們傳統的匯分 就是通訊跟傳播 是兩分開的 但是目前來說 通訊傳播匯流之後 在那個設施的應用上面 他可能就是在電信的設施上 也可以提供 傳播的一個服務 那還有就是 介於通訊跟傳播服務 兩個中間有一些 模糊地帶 這個部分 就我們的法規來說 就這個部分 規定不足 但是我知道 現行的廣電刪法修正裡面 有他類媒體的這些規範 那所以屬於 我要強調的就是 數位匯流這一塊 是要趕快要去加強 不足的地方 要做加強 嘉女士 我相信 你當然回答來 是非常的空泛 你可能也沒有想過 你就行李如意 寫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我相信 你在這個工作 已經涉獵這麼久 本席就是要讓你提出一個 具體的 政策也好 具體的法規也好 你總是要一個 非常具體的一個方案 不過你講的都是 還非常的空洞 那本席再請教你 你雖然是法律的 看起來你是法律的專長 然後被提名 來要來 提名這個NCC的委員 但是你不可能 因為是合一制 你也不可能只處理 你懂的部分 你也不可能處理 你長期在涉獵的法律部分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具體的 具體的方案 你身為一個委員 你針對現在 承鄉差距 在上網速度 承鄉差距 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舉例來講 在去年 去年的消極會跟台大 你做一個調查 付同樣的錢 但是在台北上網的速度 是台東的兩倍 你身為一個委員 你如何改善 或者在沒有改善之前 你身為一個委員 你會不會在委員會裡面 提出一個具體的 要來彌補 我們這樣子承鄉差距 對 會對 坦白講 我們台東的人 都付一千塊 享受五百塊的價值 你身為個委員 你不能只懂 只管你的法條 你身為你這樣 負責這樣的政策 而且這個是最具體的 一個政策的時候 你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 是 要做政策之前 我還是要了解過相關的資訊 我現在就跟你講 我就假設 假設 假設 假設就是這樣子 而且這是真的不是假設 是 有關於就是 城鄉差距 造成的 你不要再跟我 攏長發言 你就針對這個事情 就台北台東 付同樣的錢 但是上網的速度 台東只是台北的二分之一 我想這個會涉及到 網路建設的問題 對啦 然後你怎麼做 你這是改善嘛 那你多 你認為你身為委員 這樣不是你可以全部解決 你身為這樣 這就是政務官跟事務官的不一樣嘛 你現在身為政務官 我現在就具體要求你 你在委員會提案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問題 你說要有新思維來改善這個問題嗎 那你就如何來改善這個 我現在就是 到底最後會不會過 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有這樣的準備 這不是現在 你現在的工作 不是只有在處理法條 夠了 時間夠 好不好 我再一分鐘啦 讓他回答完畢 我想我還是要了解 要像處理這種問題的話 要知道我們的計劇 還是要實際的建設的狀況 那個 嘉女士 我相信你回答是 你還沒有準備好這樣的一個心態 要擺脫你一個事務官的心態 要擔任一個政務官啊 我們現在我已經很明確跟你講 這是一個事實的狀況 而且顯然你也沒有看 注意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你都長期在法條裡面 進行在法條裡面 這個不是我現在才提出來 這幾個月前的時候 報章雜誌都報導非常多了 那你現在還空泛的回答 回答我 那我是覺得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們期待 當然在這裡預先恭喜你 那雖然我們講很多 如果說你通過這樣的一個投票結果 那我們也期待你 真的是可以利用 擅用你這三十年來豐富的智力 把它落實在政策方面 謝謝 是 謝謝委員